你好,我想和您讨论一个伦理学的话题 随便说吧 就是一个妞儿屁屁被插了 还算处女吗? 你觉得岳飞是民族英雄吗? 是,绝对的民族英雄 你应该问冤冠是民族英雄吧 冤冠是民族英雄吗? 这是很有争议的事情 错了吧,岳飞肯定不是民族英雄 那啥呢? 你想想,民族英雄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 然后立功了,或者比较屌,比较牛逼的 显示民族气节了 可是岳飞呢?他不是 他是阻止金朝统一中国的一个南宋的将领 如果当时就算认为那个... 但从现在的角度... 金国也算外来 错了吧,金国当时大部分人口都是汉族的 也就是都中华民族 而且金朝也容... 那个女人族后来也容汉族 刚开始,那你说现在的... 那从现在的角度看还是从当时的角度看呢? 当时应该从当时的 那你要是说,如果那么说的话 就没有...明朝为什么... 就是说跟那个清朝那什么呀? 清朝无关 可是清朝当时... 那为什么好多人还要... 为什么反清复明啊? 反清复明 但是现在你找清朝人 能找的就是那个... 那个叫... 叫什么族啊? 满族 嗯 现在你还能看出来满族 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吗? 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了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所以当时他就是... 当年他就是... 当年他通关是死对 后来可以通了? 当时... 还不准汉人往东... 东北去呢那时候 所以当时他也叫外来侵略 但是你... 他已经统一那么多年了 他也被汉化了 所以他也还是很大一点 就变成那个人 所以应该... 我很疑惑啊 那从现在的角度看 那岳飞不是民族英雄 那岳飞不是民族英雄 岳飞也不是民族英雄 为何呢? 因为从现在的角度看 有一部分人 有满族的鲜民的血统啊 而且他也融入到汉族中 那你说... 都是兄弟民族内部的事 为什么叫抵抗外来侵略呢? 那你说... 那你现在打那个外蒙古算侵略吗? 算 那当时他还是咱们中国的一部分呢? 错了 外蒙古是什么时候独立的呢? 是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独立的 你去吧你 外蒙你... 你一点都不知道 外蒙拿出去的 这年你都不知道 到国民党的时候 都没有承认外蒙独立 你不承认 你是不承认 但那个时候已经... 已经...他已经... 失去了 那是失去了 但是... 就像台湾一样 你说他能说是... 国家吗? 别别... 录着呢 别说太激进的 被日本人占领了 外蒙那时候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苏联签约 把外蒙划出去了 别别别...录着呢 别别说... 别说政治... 别说政治... 来接着说... 来接着讨论历史 你看你又说说政治了 别说政治... 不...他不谈... 他历史... 你谈的就是历史政治问题